欢迎收看展哥讲股 越讲越涨 量缩整理多头不变 我觉得报股过年要怎么选 今天跟大家分析一下 再来我们那个材料KY 11月27号公开推荐的话 继续涨又涨了40% OK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状况 首先当然恭喜大家 那天有看到有去买的 到目前为止 大家已经赚40%了 这两天又继续涨 这一天涨停 这一天涨停 OK 后面连续在涨 超过40% 42%多吧 所以你看那一天 介绍的 那天介绍什么 包含什么 8420 明阳 你看 今天也拉出去 涨了7%多 所以那天介绍股票 五档里面有两档都大涨 对不对 OK 我们再继续看 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赖的部分 来美股续涨 外资连续两天买超大概362亿跟186亿 所以近四日买超总共来到666亿 外资用钞票支持 所以我觉得台股维持多头的格局不变 基本上是这样 台股在1月9号大涨378点的时候成交量扩增到2259亿 连续两天亮说今天预估量1570亿 持续强攻的几率低 所以早朋友就跟你讲 我认为不会强攻 以这个量能 电子股息火 金融休息 从传产族群的货柜航空撑盘 钢铁股其实也表现不错 昨天在Linda News我特别提到 荣钢跟金钢表现也强势 赤族群中军工题材表现不错 朋友JPPKY 守租月线后持续上攻 风达科不过后来拉回 3004的风达科 也是创高后拉回整理持续上攻 资均回头找寻个股表现的机会 来年前撞红包可以延续之前的策略 选择捐资比高加上技术面多头的个股 OK 不过时间越来越短 所以现在要买 我就比较建议 你还是要预计有报股过年的打算 所以报股过年的投资人 可以趁电子股拉回的时机 去选择2022年 营收表现亮眼的个股布局年报的题材 因为昨天是10号 所以昨天的12月营收已经公布完毕了 所以大概状况是这样 所以你要选的话 我觉得可以开始去赌那些 也不说赌 去找那些年报的题材 因为营收出来基本上 毛利率这些算一算 EPS大概估得出来 所以开始会有一些行情 我觉得接下来的主轴 大概会是走这一块 我们带大家看指数的部分 首先这一天长虹大涨 长虹大涨 跳空开高走高 对不对 收最高 所以当天真的是强 这一天这么强 外资买超了300多亿 对不对 所以几乎是外资全面进场 全面进场 因为这个买超的量 当然还算蛮大的 这一天当然也是跳空 沾上越线直接拉出去 那我们再把这个位置 重要的价位再把它画出来 看得出来 这两天其实有回撤回撤 但是都没有跌破 但是OK 以整体来看的话 我们基本上通常会守 这个1分之1的位置 所以如果拉回守到1分之1 我觉得也是一个合理的状况 这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所以目前来看确实就是强 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OTC OTC当然也是回到这个大量区的位置 在这里整理 没什么特别的 就整理 所以今天看起来就是个股表现了 今天特别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讲波浪理论的部分 因为波浪理论大概是比较少数 能够用预测的方式来讲行情 因为很多同学还是比较喜欢预测 但是OK 虽然我们没有特别鼓励预测 但是OK 既然有这个理论 有时候也还蛮有用的 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 这一部分之前讲过 如果下跌波走完 下跌波走完 这边开始走上升 走上升的话 上升5波 所以这是第一波 拉回这叫第二波 所以再上去 就变成是主身段的第三波 大概会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示意图 所以前一波的低点 在这个位置 12629 这个高点的位置 15152 15152 所以这边上来 大概2500点左右 2523点 对不对 然后这边上来之后 这里拉回 这里拉回的低点 13981 13981 所以如果以这个位置 去等幅测距的话 会来到这边 大概16500点 16500点 如果稍微弱一点 我们讲 涨0.618就好了 也是要到15540 15500左右 所以我认为 年后的行情 大概都是还蛮有机会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都是偏多思考不变 偏多思考不变 这地方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 不要想说已经涨那么多了 后面有没有空间 我认为还有 当然前提就是这个地方 开始是进入到 就是跌势结束 跌势结束 开始进入到上升段 那什么叫跌势结束 就是这个低点不会再破 而且这个地方回撤 其实回撤不到0.5 因为回撤一半 算是比较OK 就正常的回撤 回撤到0.382 就是强势的回调 强势回调再攻 所以这一次回挡的位置 大概在0.382跟0.5之间 所以也算是强势的回调 所以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通常我们就会抓一倍 就是这一段 直接复制过来 等幅测距的位置 大概是这样 所以年后 我觉得今年的行情 应该会不错 所以大家要把握机会 把握机会 好好来操作一下 OK 这部分是不让理论 给大家做补充 我们再看一下 从那个均线的角度 来做一些思考 均线我们短期均线就先不看 看一个波段的格局 到目前为止 现在的位阶 这是季线上扬 我们有讲过 季线向上 这是趋势 然后价格在季线之上 我们定义叫多头 所以是两个条件 季线向上 价格在季线之上 然后在月线的部分 来月线你看 这边 涨 忽然涨一大段 对不对 涨一大段 把这个跟月线的乖离拉大 拉大之后走一个整理 很正常 没有问题 然后这边跌破 也没有问题 然后月线开始翻扬向下 但是这边回撤的时候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我认为季线 季线的位置 我认为主观看来讲 我认为是季线会守住的 然后这个季线的位置 刚好对应这一个 大涨的位阶 然后刚好也对应前面的这个 那个 景线的位置 所以我那时候就讲 我认为这个位置应该会守住 OK 就果不其然这里是守住了 守住完又站回月线 又站回月线 然后可以看到月线 现在是一个翻扬的状况 所以目前的状况就是月季线同时翻扬 所以中期的均线 月线跟季线 目前为止就是一个翻扬向上的状况 所以中线看起来就是一个多头的格局 中线的多头也就是所谓波段的多头 所以我认为这个低点应该不会再过 如果这个低点破的话 那当然策略就另行调整 所以在这边守住季线之上 我认为都是偏多思考 OK 我们就定义一下接下来的行情 所以状况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来我们看一下一些个股 来包含今天本来看起来好像很弱 对不对 但是你看5274的信滑高价2000多块的个股 今天开低对不对 开低走低之后又收上来 又收上来 收到平盘 收到平盘跟昨天一样 所以今天是白洗一趟 或者是说今天是把一些人洗掉 又拉上来 5274的信滑高价的伺服器管理晶片 所以伺服器我们讲我也是很看好 未来那个今年今年的一个伺服器 甚至未来三到五年 或者伺服器都会持续是一个题材 好不然IP族群 IP族群我说在电子股里面 我们大概会把IP族群当做一个指标股 来今天早盘一样 稍微开高走低对不对 但是收收收收收又收上来 甚至还收涨 涨了1.3% 所以创意这一个 之前我们就讲 他拉回季线要有守 所以这里是不是守住 守住 今天趁这个时间点 本来要可以跌下去休息的 但是没有 后来尾盘又拉上来 甚至还收涨 所以强不强 我认为也是偏强势 包含3035的质源 一样 这里回测到月季线 刚好月季线重叠 所以回测到月季线的位置 又撑住又往上拉 甚至也超过昨天的高点 昨天的收盘 昨天的收盘 所以也是偏强 6643的M31 OK 看起来今天也是一样 拉回跌破月线之后 又收收上月线 一样在这个大量区 在这个大量区间 所以也没有问题 看起来这个族群也没有转弱 65330 是当中最弱的 收一个短短的下引线 还收破 收在月线之下 但是差一点点 513跟513.93 所以这个地方看起来也算是OK 也算是不弱了 对不对 一样在这个区间之内 在这个区间之内 也都是在季线之上 所以就目前来看 4966的普瑞KY 也是一个高价的IC设计 今天也是收红 也是收一个下引线 所以从整体来看 整个高价IC设计的族群 IP族群 我说这个是电子股的指标股 它们到目前为止表现也都还不错 所以看起来电子股并没有要休息的样子 目前的状况是这样 然后当然电子股里面也有形成一些轮动 包含这个3037的新星 这一段跌下来 那个时候我们再重复一下 是这一天 11月8号 我记得很清楚 11月8号我在东森的时候 那个公开推荐 我说这个站上季线 月线翻扬站上季线 这个是我们当时的选股策略 所以月线翻扬站上季线 你看隔天涨个9% 再隔一天 就1.3% 所以这样两天就一根涨停板 然后又再跳空再上涨 这边也大涨 然后涨上来这边 过高拉回 这边应该要出场 这边要出场 然后这波下跌回来 其实也很明显 这一个区间是不是被站上了 对不对 这个区间这样一化 很明显这边被站上了 而且今天还怎么样 还收盘暂毁月线 还暂毁月线 所以看起来 他们那个星星是有带头的作用 所以看起来也是 等一下这里是不是一个买点 其实这段时间 我应该Linda News也有讲 我说前面这段做上来之后 跌下来 这边整理完 我认为也有机会 也有机会 因为我一直说 我觉得ABF 就产业的前景而言 我认为没有问题 我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 8046 南电也是一样 这一段跌下来 OK 这边相对弱一点点 它还没站上月线 但是你看这个低点 这样拉上来 好像这个低档区 也有机会被站上 所以这边重要的位置 就是月线跟季线 这是南电的状况 然后还有3189的紧缩 看起来也是相对比南电强一点 但是比星星又弱一点 但是他们这一组 我觉得可以注意 如果可以接下来站回月线 有没有机会再来一波 有可能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电子族群 还是形成一个轮动的格局 并没有改变 并没有改变 所以这个地方 我认为接下来要布局的 就是电子族群 因为去年电子股真的是很惨 所以最近很多人在跟我聊行情 说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机会 我认为今年主流 会是回到电子 回到电子 大概是这样 OK 每天下班10分钟 掌握一下最新行情 记得订阅展哥讲股 也记得分享 如果对你有帮助 有赚到钱 看我们分析有赚到钱的话 记得一定要分享 对不对 你不一定 要加会员 有些人说 老师我不是会员问你问题 OK 我们重复一下 会员当然你问我个股 都会告诉你 但非会员 比较不能告诉你 个股的操作策略 但是如果操作方法 操作方法 我倒是可以跟你分享 这都没有问题 然后分析要不错 记得要按赞 因为按赞会帮我 帮那个YouTube 帮我推荐 所以这个 还是麻烦大家 多多帮忙 接下来我们讲 年前的选股过年的策略 技术面我认为 就是拉回支撑有手 然后基本面 当然营收成长 特别现在 12月营收已经公布完毕了 所以整个2022年 整个营收的表现 我们大概就很清楚 所以像这个部分 有一些股票 我们跟大家分享 像这个3105 对不对 从这一段 我们也讲过很多遍 说这里 那个法说会出利空 说第三季的营业利益率 来到-5% 结果这边低档爆大量 见低点 一路涨 这里涨了50% 然后涨到这边的时候 在Linna News也说 我说这边不用追 因为来到压力区 所以等它拉回再来找机会 然后拉回到这边 季线有手 这个文贸相对弱一点 那时候我们就讲 8086很明显 季线有手 2455 所以很明显 季线有手 所以我说回到这边 我认为是可以接的位置 结果你看 在这边附近接上来 这又一大段 又一大段 OK 所以 这个部分 你看这里涨多少 也涨三层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像这样的策略 因为这一波 等于是怎么样 前一波涨上来 很多个股都拉回休息 包括刚刚讲的ABF 也是这样 涨了一波拉回休息 所以我们运用这样的策略 持续去做 我们讲布局年后题材的个股 今天讲两档 不要讲太多 1584 像金刚 我说它融钢投资的 然后金刚是台湾唯一做超合金的 包含钛合金跟镍合金 所以如果我们讲军工航天的产业 很多都需要用钛金属 所以这种超合金的个股 我认为它是产业的上游 会有利于台湾军工产业的发展 所以台湾的精密工业军工产业 这一部分要能持续延续的话 它的业绩一定会好 我认为是这样 这基本面的角度 但是你看这一波 跟着军工一路炒 涨这么多 15块2涨到26块3 35 炒完一波 这一波拉回修正 但这一波修正看起来 算是一个强势的整理 我认为算强势的整理 这边拉回其实不多 对不对 然后到了这边 我们把这个低点画出来的话 这样画比较清楚 把这低点画出来 这边跌破跌破跌破 也都压在月线之下 对不对 但是今天就跳空站回月线 跳空站回月线 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22块附近 大概是一个重要的位置 这边不跌破的话 我认为都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位阶 而且你看22块跟23块5 大概差一块半 所以一块半也在10%之内 所以我们可以设定10%的停损 我觉得大家可以这样的操作 那这边站回月线 相对就是一个强势的格局 所以你可以初步 先在月线之上做一个布局 然后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它的营收 12月营收的年增率 是来到101.26% 然后整个去年累计营收的年增率 是来到6成左右 59.73% 然后12月营收也是创了历史新高 所以我认为它整个转型 这几年的转型是有效的 而且营收真的有起来 所以它是有基本面支撑的个股 所以就讲技术面的拉回 然后加上什么基本面的支撑 营收的表现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个股我认为 还是可以持续关注 当然策略上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然后再来另外一档 包含之前我们的盖牌股 我们应该在这边盖牌的 盖牌完 马上就喷出嘛 涨一波 同时盖牌就是银帮 银帮我们也有做 所以这一段会然涨上来 对不对 涨上来见高点之后跌破 跌破 还是休息 但是你看这个大量区 这一根大量的K棒 这个区间跨过来的话 其实是守住的 这里是守住的 然后今天又跳空上涨 今天是收涨停 所以它的基本面的状况 12月营收11.9亿 第一次突破11大关 然后年征也是来到46.25% 累积营收年征率也有三成左右 所以我认为它的成长性 也还是不错的 然后12月的营收也是创了历史新高 所以像这两档的个股 它是不是都涨了一波 拉回又守住 拉回又守住 所以拉回支撑有守 然后基本面 基本面怎么样 营收成长 我觉得这样的个股 我觉得大概是可以做一个选择的标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欢迎大家自己去找 那当然 会员这边我们手上都还有一些股票 今天我手上稍微做了一点调节 但是OK 基本上赚钱的股票我们也都还留着 今天卖掉的是小赚的 我不想等了 好不好 然后OK 那今天当然我觉得一些个股 我稍微讲一下 然后像这个5284 JPPKY 这个也是会员持股 也是公开推荐的 涨了一波之后 到这边 跌破月线 隔天又暂回 所以这边我们应该定义是假跌破 今天早盘也很强 强势要挑战 但是来到高点 73块5 就没过去又收下来 但是收下来 其实基本上还是收涨 涨了2点多趴 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还是OK 然后像1305 华夏 今天也涨1趴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盖牌推荐的时候 到现在也稍微拉开了 好 所以这些的个股 没什么意外的话 可能就会续报 会员先报告一下 但是基本上 我部位有控制 所以我不会说话去报过年 但是有一些还不错的 我认为可以延续 那我们就继续报着 OK 到最后 展哥小提示 我认为最近这一段时间 外资我们刚刚讲 连续4天买超666亿 我认为外资归对 所以多头还是不变 因为外资基本上还是 比较重要的一个 台股的资金的指标 所以外资回来 这件事情很重要 然后最近几天 台币也是持续升值 持续强势 然后最近几天 美元也是在弱势 所以看起来 真的美国就是到升息的末端 所以美元开始一直走弱 美国的资金 美元的资金开始流出 那这种就会有利新兴市场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年前播种 我认为可以年后收割 因为接下来我们过完年之后 通常就遇到年报行情 因为现在的状况 去年的营收整个出来了 整个营收出来了之后 很多人就开始估 2022年的财报 那整个年报的公布日期 是在3月31号 所以通常我们在3月15 到2月到3月15 这段时间 是很有可能有什么 年报的猜测幻想行情 就做梦行情 所以通常我们就说 延续第四季到隔年的第一季 会是一个比较好操作的时间点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加入 这段时间当然 我们公开推荐都涨半天 那我当然就欢迎大家 可以一起来跟着我们一起操作 然后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年终都已经到手了 所以你开始把年终奖金做些分配 布局到明年怎么操作 布局新年 一样过年前 我会期都会加正一个月 欢迎大家进来 0800370888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祝大家投资顺利 然后新春愉快 拜拜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赐付投资风险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赐付投资风险 这样子可能是 rarely见过 这应该是是 终于下期的 融入 一项